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别动 别动 让你们白局长出来见我 等我看了 来走 且供通缉上述三人 我 局长 局长 这鹏翻的同伙 余灯登来自首了 什么东西 师父 大海 师父 师父 大海 你怎么来这儿了师父 你赶紧走 局长 这事跟他没关系 这事跟他没关系 大海 没事 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就是白局长吧 放了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有什么事冲我来 冲你来 你哪位 还知道来自首 先把你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 听说英都的白局长 英明神武啊 今日一届 不过如此啊 真是个糊涂蛋 白局长 我今日可不是来自首的 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谢谢啊 余登登小姐是吧 你呆呀 还帮我 你犯了多大罪你知道吗 杀人绑架 那是要掉脑袋的 是不是掉脑袋 您得听完我说再说 说 听说这英都城是邻族的聚居地 你作为这儿的父母官 应该早有耳闻吧 少胡说八道 我们英都城可从来不提倡 这些怪力乱神的说法 你紧张什么 看你这样应该是有的了 我相信你们各位 也或多或少地听过 见过一些怪事发生 不瞒大家说 这邻族是确实存在的 我和我徒弟二人 就是专制邻族的巡猎师 那一日 我们来到英都城下之间 那黑云压地 即将会有大灾难发生 而且我敢断定 这英都城内的失踪案 就是邻族干的 确 确实 确实是假的 确实 白局长 那一日我阻拦了贵府的车 是因为早就料到 邻族会对你们白家下手 幸好我和我徒弟及时赶到 制服了邻族 不然的话 你们家可不止失踪一个人 恐怕现在 早已是白骨满堂了 为什么要铺两床被子啊 余小姐 您丈夫来了 现在在前厅跟我们老爷谈事呢 我们小姐吩咐 给您带一床新的寝具过来 不是不是 等等 什么账法哪个账法 难道是那只鸡来了 我是不太清楚您丈夫的名号的 您有几个账符我也不太清楚 误会了误会了 我没有什么账符 你肯定是搞错了 来来来来 拿走 余小姐 我们小姐都吩咐了 不用麻烦这位姑娘了 我自己来吧 陆言 你怎么来了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小别生新婚了 有什么需要再吩咐 我帮你关门 谢谢啊 陆言 你还真来了 那天攻击你的那个灭巨人 就是在鬼市指使幻灵害你的人 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既然你不希望我派人在你身边保护你 那我就只好自己全天地贴身保护你了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没有用 我已经给白局长报备过了 希望他可以成全我的爱妻之情 那天 严将军 我知道呢 你这是在担心我 可是我好歹也是堂堂侵权债的大当家 功夫在身还有武器 再不起还有你给我的发钗呢 所以你真的没有必要天天黏着我 在我没有抓到他之前 所有事情必须听我的 不必多说了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还有你一来就说我们俩是夫妻关系 什么夫妻关系啊 咱俩是夫妻关系吗 你区区一个二房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名誉贞结 那大当家把我带回侵权寨的时候 也没有考虑过我的名誉贞结啊 我不给你扯这些 你走不走 不走 行 我换地方住 那你下次想要施法的时候 可就不会这么灵了哦 你威胁我 我也是没办法 下雪 别碰我 我不喜欢别人碰我 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 好好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干吗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 我们两个更亲近了一些 还要更亲近一点吗 别闹了 别闹了 如果说你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勉强你 你非要这样是吧 来 你要干什么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 你如果再赶我走 我还有更过分的你知道吗 你 你 你别乱来啊 住 住 随便住 想住几天住几天 早这样不就没事了吗 赶快休息吧 今晚你睡床上 我去那边守夜 你确定 君子不趁人之危 对 那就不打扰了 不打扰了 余灯灯你太惨了 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这露言的艺术 是不是又静静了 真是个咬面 这臭露言 叫你花心 叫你花心 朝三暮死 火火 走 你在干什么呢 别打扰我 我的拳法还没练完呢 这是什么拳法 捉怪滚地拳 专制那些 仗三路四的花心大萝卜 行 你慢慢练吧 你干嘛 陪我练练 别让着我认真点 行了 原来你也偷偷练过索记琴拿嘛 露言 你竟然用法术算什么本事 我的拳法还没练完呢 别闹了啊 你这个拳法对付对付我就算了 别出去对付其他人 容易害人害己 你这个老怪物我都能对付 那对付其他人 岂不是小意思 行 你不是想学灵族的法术吗 你如果现在乖一点 我就交给你 还乖一点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你还威胁我 不起不起 谁让我是大当家呢 认一认大举为重 成交 好 好